把西红柿放在酸臼里倒一倒 这个做法很多人没见过也没吃过 邻居98岁的老奶奶 隔三差五就要吃一次 看完真的是长见识 嗨大家好,我是小苏 首先准备上一个中不溜的西红柿 撒上食盐,缩洗一下西红柿的表皮 淡沿水具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 可以把西红柿清洗得非常干净 最后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上几遍即可 然后放入到一个祖传的酸酒中 直接按压捣碎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西红柿又被誉为长寿果 西红柿中富含着大量的维生素以及番茄素 胡萝卜素 营养价值非常高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西红柿 倒上两三分钟 倒成这种细泥 倒碎之后 直接盛入到一个小碗中 然后再加入这样一勺土蜂蜜 蜂蜜真的是天色的礼物 我们把它和西红柿泥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水消开 量至40-50度之间 直接冲入到西红柿中 注意水温切记不要过高 否则就会导致蜂蜜营养流失 一道番茄蜂蜜水就冲好了 喝起来味道清甜 有着浓浓的西红柿味儿 老奶奶隔三差五就要喝一次 这也是老一辈智慧的绝经 懂得她的朋友都说好 快试试吧